大家好,我是芒果 又断根了几天啊 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家开学的好日子了 怎么样,开不开心啊 不知道你们开不开心 反正我是不怎么开心的 因为你们都开学了 我的视频播放就惨了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视频都能给个三连 把视频推荐给更多不用上学的人 开玩笑的啊 其实我还是爱你们这些祖国的花朵的 但是昨天看到点私信 就让我很郁闷啊 我不去断根了几天吗 然后就有人问我了 怎么又断根了,死了吗 你们说我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的 前半句是对我视频的喜欢 后半句就直接诅咒我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阴爱深恨 这就很矛盾啊 就像我表妹一样矛盾啊 又喜欢跟我玩 又嫌弃我坑她 她还说我的视频每次都显得她狠赛 她就很不服气啊 还说是我影响她的发挥 如果我玩得差一点 她就会显得厉害一点 开什么玩笑 难道说我欺骗了 她就能赢啊 怎么我就随了她的心愿了 我就坐上椅子的 我都玩得这么差了 来啊,过来展示一些实力哦 她还真敢过来啊 但是小丑已经发现她了 看看她要怎么救啊 好,表妹瞬间放出了香水 小丑瞬间举起了大棒 很明显这即将又是一场心理博弈 只见表妹来了一波假动作 摸了一些椅子 小丑瞬间一半瞧下来 表妹受伤了 但是好在没有被震慑 接着表妹又来了一波假动作 然后再一波 就这样 不过她这个奋不顾身的行为 还是值得表扬的 不过菜也是确实的菜 好,又来了一个盲女 看看这盲女怎么救啊 哎哟,你看人家盲女 就不敢那些花里无哨的直接扯 这不就把我救下来了嘛 呃,虽然我还是死啊 好,我已经几天了 那就看看接下来没有我 表妹是不是真的能活到最后了 小丑就回来找她了 但是貌似没有看到她 诶,她居然翻窗抱了个点 顺利把小丑吸引过来了 这一波操作霸气啊 那就看看接下来她怎么应对 诶,先把板子放下来 防止开车 有点失落啊 但是小丑直接过来把板子踩了 完全不跟她废话的 诶,表妹翻窗出来了 还准备跟小丑要拳 小丑转身变了一波红光 诶,表妹中计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 再要拳已经不可能了 小丑一波拉就跟上 屏,表妹还是倒了 好家伙 这小丑还挺会博弈的啊 难怪我死得这么快 好,表妹也上过了 远远看到医生想来救人 诶,小丑又开车了 本来以为她去拦医生 没想到直接开到中间去抓盲女了 这小丑还是很有梦想的嘛 可恶啊,表妹居然又活了下来 好,盲女被挂到地下室了 医生已经在准备救人了 表妹这边居然已经压好鸡了 看看这波她们怎么处理啊 哎呀,医生刚跳下去 吃了一棒 看来危险了 诶,这道卷骗到了 盲女有救了 但是两个残血 始终要有一个人倒在这里啊 唉,医生还是没跑掉 那么问题来了 这时候表妹跟盲女都还没贴门呢 要是小丑开车过去 结果还真不好刷 表妹反应很快啊 立马就跑到一边躲了起来 盲女也蹲在石头旁边 顺利躲开了小丑的视线 这样一来表妹就危险了 哎呀,刚好被小丑看见了 完了,这还怎么跑啊 干嘛,这波博弈又失败了 再来个拉锯她就要咯屁了 就这 还说只要我祭天了 她就能活下来呢 还说没有我她就会很厉害呢 就这 就这个地方你还怎么走啊 还怎么赢啊,你告诉我 我咯咯的 蛤,蛤,蛤 蛤,蛤